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在了比赛的现在是第三位左右 现在可以看到五号码滑行追星现在慢慢开始加速了 拍在比赛最前面依然是六号码赛标 比赛还有1600秒跑 六号码赛标拍在比赛第一位 拍在比赛第二位是黑色彩衣的是五号码滑行追星 滑行追星现在距离前面的外比差距在六个码左右 现在在左侧的弯道 现在中间可以看到内蓝两匹码 黄色彩衣的异动神区二号 以及白色彩衣的四号码闪亮位置都不错 外篮可以看到已经有马匹 是慢慢地开始反乘超越 13号码黄金芒 现在排到了比赛第三位 第二位依然还是五号码滑行追星 拍在比赛的第四位 可以看到二号码异动神区二第五位 就是现在第五位已经变成了异动神区二 第四位是四号码闪亮 马匹再次来到了后边的直到 可以看到中边的马群已经是扩大到了五六个马匹了 现在是三个马位 领先在前的就是六号码赛表 他是大线宝马的儿子 现在的差距已经是到了两个马位 马匹开始赶了上来了 可以看到五号码滑行追星 现在是紧紧地追着前面的马匹 可以看到最外篮 一号码狂飙是薄熙居士的儿子 现在已经赶了上来 现在可以看到排在比赛最前面 就是13号码黄金王 在武汉三菱的黄金王 现在排在了比赛最前面 还有最后的八辈 现在可以看到两匹马 几乎差距非常小 第二位一号码狂飙 位于外篮 现在狂飙已经是领先了 领先优势在1.5个马位左右 排在比赛的第二位 现在变成了13号码黄金王 马匹现在进入了最后的弯道 好 黄金王现在领先优势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一号码狂飙 他现在领先优势 大概在两个马位左右 排在比赛第二位 可以看到绿色彩 但是六号码赛表 赛表又慢慢地赶了回来 第三位的现在变成了13号码黄金王 最后的400米 可以看到已经到来了 一号码狂飙排在了比赛的最前面 现在跟其他没差距 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缩小了 最后的300米 狂飙现在是已经找了非常好的优势 排在了比赛最前面 现在是最后的250米 看一下 其他没有几口吗 七号码大线羞峰 要展现自己的熊峰了吗 最后的100米 我们看一下 还是两匹马的差距 还在1.5个马位左右 一号码狂飙排在比赛最前面 大线羞峰还在追 两匹马还是可以斗的 七号码大线羞峰 位于外篮 内篮就是一号码狂飙 本场比赛 咱们看谁先冲锅重点呢 最先冲锅重点 是七号码大线羞峰 第二个冲锅重点 一号码狂飙 哇 这场比赛 比刚刚那场还要精彩一些 最后 长途比赛有这样的小的差距 其实大线羞峰 可能是极其威力